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应该看过这两天的形成表会发现很多干货 为了大家的健康 这次的主题演讲我就设计的比较水 所以给大家润润嗓子再说 今天的主题是 你不是一个前端 因为我知道有些人的内信息已经开始在喊退票了 因为如果你不是一个前端 你为什么要跑这来听呢 因为我这里藏了一个字 就是你不只是一个前端 为什么我要有这个主题呢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里有一个我的简介 我比较认同的一个身份 就是20年马冬最认同的一个身份 20年马冬 就是我从开始到北京来做专业化开发 已经是20年零四个月了 所以说呢 在这个过程中 我相信我所经历过的很多事情 那么都是大家曾经经历或者即将经历的 那么于是呢 我就设计了这么一个演讲 首先呢 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个价值连成的礼物 这个不用抢 每人都有份 是什么呢 我去请了一道符 希望等到大家也写到第20年的时候 能够满这个黑发还留着 好 现在我们言归正传 这个技术路线其实大致上可以这么分 首先呢 第一个阶段就是处理前端或者后端 然后呢就是终极的前端或者后端 然后到第三个阶段 就是高级程序员 注意这里不再分前端和后端了 那么可能有人认为有高级前端和后端 但实际上呢 如果你让高级后端来写一个前端 并不是很难 同样的高级前端去写后端也不会太难 这个我自己是个证明 然后呢最后一个阶段就是技术专家 架构师和技术领导 那么这个路线我们要怎么走呢 其实这里我总结了一个能力模型 就是我们的能力模型的最顶层 就是能够表现出来的地方就是技能 就是说你可能会知道这个人很厉害 就是这个人的技术上很厉害 他有什么问题都能解决 但是呢技能只是一个表面 只是一个表象 那么后面是什么呢 它底下是眼界 就是说你如果说眼界受限 你的眼界只局限于 就是说一点点 那么你的这个能够 技能上的这个发展也是受限的 那么在眼界的底下是什么呢 是思维 那么思维其实 比眼界可能更重要 因为眼界你会只盯着这个软件开发 这一个层面 甚至呢可能只盯着前端这个层面 但是呢思维的话它是通用的 就是说不管你在做开发 还是做管理 还是做什么市场推广什么的 或者是甚至做销售都一样 那么都有很多共通的思维 那么这是思维的层面 然后呢就是心态 这个呢假如说咱们到这个后面 是走到这个技术领导 或者是就是说架构层面 就是你的现实对你的影响 可能比那个技术还要重要一些 那么我们会发现呢 会有这么一道水面 那么这个水面呢 我们外面能看到的就是技能 然后呢能看到一些眼界 有些人的眼界明显 就是比你这个让你惊讶 那么这个呢其实只能让你看到一点点眼界而已 然后后面的思维和心态 其实呢很难被直观地体会到 就是你可能比如说 你在这个跟一些高级的开发人员一起接触的时候 你可能会能感觉到他的技能 但是呢你很难去 不一定能够把握到他的思维 那么除非是这个人刻意会向你展示一些这个思维方式 会为你解释一个来龙去脉 否则的话呢你很难理解这个思维 很难抓住他的思维 那么为什么说我这个演讲会非常水呢 因为我要给大家讲的都是水面以下的这几个部分 然后呢技能的话 我们会这两天会看到很多很多技能方面的东西 好 那么我们就先来看眼界 然后呢就是眼界呢 我要表达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你不仅是个前端 你还是个程序员 不仅是个前端 而且还是程序员 孔子曾经约过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并不是说人或者有远虑或者有近忧 它不是一个傲的关系 那么它的意思是说 你如果没有远虑就会有近忧 也就是说你现在的 比如说我们现在可能经常听到一个词叫35岁危机 那么我已经过去远虑危机了 但是还是一样的 因为呢为什么会有35岁危机呢 因为你35岁的忧是来自于你25岁时候的迷茫 也就是说你没有尽早地去做长远的规划 只是随波逐流 只是去那个就是盯着眼前的一些事物 一些那个繁琐的事物 那么不去做更深入的思考 那么你到35岁的时候很难避免 就是面对这些危机 但是同时呢 在有35岁危机的同时是高级程序员的行业性紧缺 我在知乎上被推到时间线上最多的问题就是 就是高级前端怎么这么难招 那么怎么解决呢 从我们自己程序员的这个角度来说 那么是尽早投资自己 只要比别人早一点点就行了 不要等到最后你35岁的时候再去想 我怎么解决35岁的问题 你35岁的问题是在25岁开始就要解决的 就要开始解决的 然后呢反过来对公司层面来讲呢 那么首先是要培养内生力量 不要只想着找现实的 这个呢就是 如果都只想找现实的 那就是一个公共绿地的悲剧 其实不是对整个行业是不健康的 同时呢要注意的是 你给钱固然重要 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呢 给时间与自由 如果说你 你多给一些钱 那么可能对他来说工资比如说提了10% 排了20% 30% 那么大不了是100% 有什么用呢 那么你现在他25岁挣这么多 那么等到35岁的时候怎么办 那么这才是重点 就是你要给他这个时间与自由 最后一点呢是给能者要多一些挑战 而不是能者多劳 那么能者应该是多一些挑战 让他有更多的机会去提升自己 这样的话呢 这是相当于是 这是你对他的一个未来的一个长远的投资 这样的话他才会对你有忠诚感 当然这些都是面向公司的 那么在座的可能很多人都是技术领导 那么还有CTO 那么可能就算现在不是的 那么将来也有可能会成长为这些 那么到时候呢你可能会 就是有这个意识就可以 好 那么这是35岁危机 然后呢就是高远 就是眼界呢你要高远 因为呢世界那么大 你要多走出去看看 那么大家今天来的可能都走了很远 好 那么我们看这个懒熊就是说 呃他的意思就是说 别更新了我学不动了 好 那么首先呢你要高远 那么你就首先要思考你的职业规划 因为呢你的这个职业的生涯呢会是一个 会是一个就是很长远的事情 那么你要尽早去思考未来 而不是指定的现在 这是思考你的职业规划 然后其次呢就是抬高视角 世界大不同 这个呢就是说当你看的技术多了 那么你会发现呢 这些纷繁复杂的技术背后是对称与统一 那么比如说现在前端流行的这个组件的概念 是在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至少我在这个 呃1998年写Derify的时候 就已经是广泛的使用组件了 明白吧 所以呢当你的这个呃 就是看到的这个技术比较多了 然后呢你就会发现 嗯 纷繁复杂的技术背后是对称与统一 其次呢就是不要过分于沉迷于机体 具体技术包括Angla也是一样 那么我是希望呢 大家多看一些相关的技术 还有上下游的技术 比如说呃你 你在用Angla来写前端 那么你是不是要看一下这个后端的Spring 然后呢再往后一点 那么可能是运维上的Talker 一些技术相关的技术呢 其实都是值得去学习一下的 然后呢 算你是没有经历学那么多 那么或者是没有能力去学 比如说人工智能 那么你就算是自己没法学 但是呢你要至少留一只眼睛去看着这一点 去盯着它一点 嗯 怎么回事啊 嗯 后面这句话大家可能如果是在追江夜的话应该会知道 逾越此时海花开彼岸天 这个意思就是说呢 不要画地为牢 就是要给自己一个更广阔的天地 不要是局限在一些那个繁琐的这个具体的事物上 不要去跳出去看一看 然后呢 多保留一点你的好奇心 因为很多 因为很多这个技术人员做的比较成功的技术人员 并不是因为 就是说每天想着我明天要挣多少钱 而是呢 呃 这个技术很有趣 它虽然对我当前没用 但是呢 我就是想追一下 这就是这个好奇心的作用 然后 第二个关于眼界的要点呢 就是精准 笑看他人一步一趋 那么 这个精准呢 怎么回事 哦 有点慢 啊 精准呢 首先你要把握这个方向 不要南辕北辙 那么 你要有主见 不盲从 那么对于一些资深的技术人员来说 你可能会有你的技术直觉 那么这时候呢 你要相信你的技术直觉 而不是说去呃 网上看一些文章 然后呢 就呃 做出一个随大流的选择 那么你可能 这个时候你可能不需要承担什么责任 因为网上都说好 那么我就 我就跟着说好 那么 这个你 你没有责任 但是呢 你也没有主见 然后呢 也就没有一个呃 就是自己的方向 好 其次呢 就是认定方向 勇敢前进 因为我们都知道呢 两点之间是直线最短的 那么我们 最好的选择 其实是凭实力来扫除障碍 我们看左侧这个图 那么这个图呢 其实是个迷宫 但是这个迷宫呢 就是这个走迷宫的人呢 很不具常规 他直接把墙给踹了 然后呢 就通过了这个迷宫 用一个最短的方式通过了迷宫 那么对于一些资深的技术人员来讲呢 其实你完全可以 就是说 走这个 就是通过用实力来走一条捷径 那么比如说 比如说你是一个非常资深的一个加华程序员 那么你用Spring很熟 那么你会发现用Angla的时候 你的各种概念 各种最佳实践 甚至一些代码风格 都可以平移过来 你根本不需要去 从头去把普通的前瞻要走的一条路完全走过来 最后一点呢就是前瞻性 笑看他人亦不亦趋 那么如果技术人要装逼该怎么办呢 那么最为致命的装逼是 加油 我在三年后等你 那么接着一点呢就是眼界上的就是说大气 不要做窝角之争 左侧这个图大家知道吗 认识吗 这个是庄子 就是庄子曾经有一个预言 就是不是那个预言未来那个预言 就是一个预言故事 那么他说呢 就是在温流的两只触角上有两个国家 然后整天打得血流成河 因为呢现在我们都知道是全球化的时代 所以呢不要局限于你的眼前的事情 因为你的对手根本不在眼前 那么世界那么大 你如果放眼看看你会发现 其实你眼前的全都是战友 所以很多竞争是没有意义的 然后其次呢你的对手不是在现在 因为呢技术进步那么那么快 要小心降维打击 比如说你是日常的工作就是切图 那么你如果满足于这个切图的工作 那么你就会发现后面AI比你切的快比你切的好 这就是未来的一个降维打击 好 接着呢我们来看一下思维 因为呢就是你不仅仅是一个前端 你还是一个工程师 就是甚至你不仅仅是程序员 你还是个工程师 工程师是什么呢 他 我不要只以为我们做软件的是工程师 其实做建筑的什么的很多都是工程师 那么这些工程师 其实跟这个软件的行业的这个 就是很多思维方式都是一样的 比如说软件的架构的概念 其实就是来自于建筑业 好 孔子曾经说过呢 就是学而不思则往 思而不学则待 那么什么是学而不思呢 就是说我整天在这闷着头工作 然后呢昨天做的跟今天做的一样 然后呢我就凭着本能去 就是完成这个上级交给我的任务就够了 我不去深入地想为什么 也不去想就是能怎么做得更好 那么这就是学而不思 学而不思则往 而思而不学则待呢 其实就是明科 也就是说我光想 然后呢不去看看外边到底是怎么样的 然后呢我得到的这些 我自己拥有的这些信息 其实是非常有限的甚至是错误的 然后基于这些 我能构建出一个理论体系来 但是这个理论体系 哪怕再自洽也没有意义 这就是实在的这个含义 好那么我给大家分享一些我的一些思考 那么这些思考呢就是比较就是比较有限 因为咱们这个也没法展开 时间太紧 那么软件的思考是什么呢 我首先认为呢就是说软件的本质 其实是在对现实世界建模 我们会发现我们不管是做哪个行业的 就是主要是应用软件的 那么基本上都是有一个 都是可以带入一个公式中 就是历史数据加上发展规律等预测未来 那么历史数据 比如说你做各种表单输入 那么这个其实就是在收集历史数据 然后发展规律呢就是你做算法 然后呢可以就是去对这些数据进行分析 找出规律 找出规律之后呢基于这些来预测未来 那么我们的很多这个软件呢都可以带入这个公式中 在它当中是一个环节 然后软件的变化本质上是来自现实世界的变化 那么我们做软件的可能最烦的一件事就是改需求 那么改需求其实就是软件的变化 而改需求它并不是说产品经理这个薪血来潮就让你改 大部分产品经理不是这样 然后呢它因为现实世界发生了变化 它要面对新的态势 所以说它发生了变化 那么软件的挑战呢 其实就是来自应对变化 因为呢没有变化就没有bug 我写一个helloword放在那儿 我的这个需求就是在这个控制台打个helloword 那么它怎么会有bug呢 然后但是呢问题在于事情常常会朝着奇怪的方向走去 那么这个是我们控制不了的 然后呢我们必须承认它并且拥抱它 那么为了应对这些变化 我只能投入吗 投入多少 那么你可能觉得如果既然迟早要发生变化 那么我提前预留一些点 让它能够去在将来发生变化时 我都准备好了是不是就行了 这个是错误的 那么我们会发现呢 就是说整个世界中 就这个世界最不可理解的一点 就是它可以理解的 传说这句话的作者是爱因斯坦 但是呢我考证了一下他是假的 就是他并没有说过这句话 但是呢这句话很对 不管他是不是爱因斯坦说的 好 那么看一下我们是解这个世界 怎么回事又卡了 那么首先呢我们会进行抽象化的思维 因为呢这个世界的变化很快 但是呢这个事物的本质是稳定的 那么比如说我们人体的细胞 那么可能每半年就全都更新一次了 除了这个神经细胞以外 全都已经代谢了一遍了 那么这个时候你还是不是你呢 那是不是每过半年你就新的你了 那么 但是呢就是我们人的本质并不是这些细胞 所以说呢就是我们 当我们把这个从抽象的角度来看人的时候 我们不会看到这些细胞这些东西 那么为什么要抽象呢 因为就是万变 我们发现这个现实世界中那些不变的东西 然后呢我们才能应对这些千变化的这些挑战 其次呢是分层 其实分层是抽象的一种可以说是 那么比如说我们在听音乐的时候 不会关心这个电是来自火电水电还是核电 至少大部分人是这样的 然后呢其次当我们通过HGP进行通讯的时候 也不会关心它的路由器是华为的还是中兴的 为什么呢 因为它不在我们的这个思考的这个层次上 我们要专注于一个我们真正关心的这个层次 而不要去沉迷于它的不属于这个层次的东西 所以呢就这些来说我们推出一些高级程序外的特征 当然肯定不全了 首先呢是抽象思维的能力 那么抽象思维有几个 一个是认识本质 那么这个是我们的 抽象的这个基本的理解 然后其次呢是预见变化 那么你 当你认识了本质之后 你可以发现它将来可能会向哪些方向去变化 有可能发生的变化 最后一点也是最难做到的 就是暗定 那么如果说你碰到什么什么问题 然后呢就去那个想方设法的 就是预防它的发生 或者是呢做一堆的防御性编程 其实这是错误的 那么当你认识了本质并且预见了变化之后 不要立即动手 不要做防御性编程 那么应该保持淡定 其次呢是平衡与取舍 这个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例子 那么比如说我们在上学的时候都学过 就是空间换时间和时间换空间等经典策略 那么这些其实都是一些经典策略 然后还有一些更复杂的 比如说不可能三角 这个好像正规的名称是张力图还是什么的 那么这个呢就是它的这个 你要去衡量它的各个因素之间的这个平衡与取舍 那么这个才是设计 最后一点是大局观 那么你要能看到事物之间的宏观联系 而不是见目不见灵 因为你作为为什么需要高级程序 就是如果你只需要见目不见灵的话 那么很多这个初级前端那么都能够做到 就是初级程序员都可以做到 但是呢就是你看到它的宏观联系就很难了 甚至呢有一些什么我说高级程序员 不要分这个前端和后端呢 因为很多情况下 你哪怕是整个的前端拿出来 它在整个这个产品体系中也是一个目 而不是一个灵 那么你要看到它前端后端 甚至呢整个市场 然后这些方面的方方面面的联系 这才是这个高级程序员的特征 好 那么我们来做一些思维练习 比如说从一些设计模式中你能联想到什么呢 比如说代理模式 代理模式 其实我们在现实世界中可能会接触了很多很多 那么就是你日常的开发中都会用到 那么比较典型的就是这个正向代理 反向代理还有VPN其实都是属于一种代理 那么VPN你思考一下 其实它本质上也是代理 然后呢 Gator和Citer 就是我们在语法上的 这个TypeScript语法上的这个Gator和Citer 其实本质上也是代理 它只是带领了一个 带领了传统的这个原来的那个属性而已 然后呢 在测试中常用的技术 其实也是一种代理 那么我们可以想象一些之间它们有什么本质性的联系 为什么叫代理 代理的本质是什么 然后呢 就是职责链模式 呃 职责链模式呢 这个就有一些例子 比如说页面上点击式的整理过程 其实是一级一级帽 一级一级帽 其实 在设计模式上属于职责链 然后呢 Angla的分层注入器 其实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这个职责链 那么 当你在底下的组件中去找一个服务找不到的时候 它就会交给它的副注入器 然后呢 再到副注入器 最后到根 那么这是它的一个典型的这个职责链模式 那么还有公司的这个组织结构 那么 我底下的办事人员 比如说客服来说 就是一线的客服搞不定的话 那么他会去找他的客服经理 然后再往上 最后到总经理 就是这样 然后呢 比如说 还有一个例子 比如说我的这个小情人现在才两岁 然后呢 他打不开瓶盖的时候就回来找我 所以你们现在知道为什么女生打不开瓶盖了 好 然后呢 留一个客户的思考题 就是你能够发现多少种这个策略模式 大家可以去想一下 策略模式有多少种 好 然后呢 是一些对软件工程的思考 软件工程的根本目的是什么呢 是弥补人的不足 因为首先人都是健忘的 那么我就非常健忘 然后人非常容易有先入为主的假设 其实可能大家没有谁敢说我没有先入为主的假设 然后最后一点呢 是没有开发我们的这个沟通容易失真 因为我们不是心灵 我们是人类 所以呢 软件工程的本质在我看来就是约束 那么只有有约束 才有可能开发辅助工具 就是你不管是IDE 还是一些那个命令行工具 其实都属于辅助工具 假如说你这个整个开发中天马行空 什么可能都有 那么这个辅助工具 根本不可能写出来 就算写出来你也买不起 其次呢 就是以约束来提高这个沟通的准确度 是减少沟通的需要 那么为什么阿拉使用TypeScript 作为它的这个主语言呢 因为TypeScript加了类型信息 那么类型信息 其实就是用来提高沟通的准确度的 有一个比如说传一个参数进来 那么这个参数到底应该是什么样 你在传统的JS中知道的 但是呢就是当你定义了类型的时候 那么它就很清楚 就是很清楚地告诉你 这个到底是什么东西 它的形态是什么样的 所以呢它提高了沟通的准确度 甚至减少了一些沟通的需要 那么最后一点呢是 以约束变点先入为主的假设 比如说我们使用契约测试 进行这个质量保障 那么这个时候呢 其实契约本身就是一个 就是客观的一个假设 就是直接把这个所有可能存在的假设 都给你写出来 然后呢 你就不会再有这个避免 你就可以帮你避免这个先入为主的假设 好 这个大家认识吗 虽然它的姿势挺像霍军的 但是它是爆爆大叔 也就是说 就是代码整洁之道和架构整洁之道的作者 它在这个架构整洁之道中曾经说过一句话 叫做 每个编程犯事的目的都是设置限制 这些犯事主要是为了告诉我们 不能做什么 而不是可以做什么 那么这个它所说的犯事呢 是指就是说结构化 OOO 还有这个FP这些 但是呢 其实它适用于很多领域 那么比如说 Angola作为一个框架 其实它的本质就是各种各样的约束 让你不要去走弯路 让你这个团队的协作更简单 就是Angola可能让你个人的开放复杂一点 但是呢 它会让整个团队的这个合作更简单 所以呢 总之 好 我又请一个大神来助阵 这个是老子 老子说大道质简 但是为什么我只给它留了一半的篇幅呢 因为还有一半篇幅更重要 这个叫做众公然忧 就是孔子的弟子 那么他曾经说过一句话叫做 居简而行简 无乃太简乌 那么他的意思就是说 你如果说 就是心中是 就是非常非常就是 因为你心中没有祸所以才简单 那么这个就是太简单了 那么你应该是什么呢 胸中有秋贺 就是你了解整个世界 了解这个事物的变化 然后呢 落实到你的行动上 你才能简化到这个 你才能把它简化出来 就是真正的简 那么 而不是说你心中没有祸 然后呢 做出来的成果也没有祸 这个就不叫做 这就不是大道质简的简 至少 所以要注意 质简就是大道质简 好 最后一点是心态 你不仅仅是个前端 你还是个技术带头人 也就是Tag Lead 那么你是个技术带头人 那么你要让人服 那么技术固然是重要 但是为人处事更重要 那么为什么就是为人处事更重要呢 比如说李云龙那么擅长打仗 所以说他手下的人服他 那么这个成立吗 其实并不成立 因为是手下人服他 作为一个团长的这个角色 我们把它展开一下 那么这回呢 我就大量地请孔子他老人家来助阵了 孔子曾经说过 孔子不弃 注意这里的 其实没有道德的褒贬的含义 它呢 是意思是说 国家的动粮之财 就是国家的动粮之财 不气是什么呢 国家的动粮之财 应该至存高远 不能是只做一个螺丝钉 那么他要有很多很多的就是技能 要有很广阔的视野 然后呢不能是说 只像一个螺丝钉在那盯着 你就说你是这个国家动粮之财 这个是不行的 所以呢我们要保持这个开放 也就是说我们要有好奇心和勤奋 我们不能说认为自己是个前端 然后我的所有的知识体系全在前端上 这个 这个是不行的 然后呢 孔子曾经说过一句话这个很长 就是三十而立四十不惑 五十知天命六十而顺 七十从心所欲而不欲居 那么当你四十岁的时候你应该什么呢 你不是不惑而是知天命 因为我们这个时代呢 我们能得到的知识输入 比这个孔子时代他能得到的知识输入要多N倍 也就是说我们的训练数据集 所以说呢 我们不能以这个孔子时代的这个目标作为目标 也就是说当你四十岁的时候你应该知道你的这个自己的天命所在 就是你的使命是什么 而不能说等到你就是 而不能说你到四十岁的时候还是在那儿就是说为了挣明天的钱而这个发愁 那么这个就不是知天命了 那么等到你六十岁的时候你应该从心所欲不欲居 那么 当然六十岁的时候你应该已经退休了 什么叫从心所欲不欲居呢 也就是比如说以安格拉为例 那么对于一些新手来说可能会觉得这个安格拉 那么这么多的这个束缚 那么让我这也不行 那也不行 然后呢就是我只能这么写 那么这个他会觉得非常的这个束手束脚做不了什么东西 但实际上呢假如说你理解了安格拉的这个设计思想 了解了他的这个设计的来龙去脉 那么你就会发现呢 其实你根本就在里边就像你设计的一样 就像你设计的安格拉一样 你可以从心所欲地去做 而不会逾越它的框架 那么这个就是从心所欲不欲居的 好 所以呢就是说我希望大家有的一个心态叫做知命 也就是说近人事知天命 因为你如果没有这种对天命 对你自己的这个天命的这个认识呢 那么等到你四十岁的时候 你已经工作了十几年二十几年了 那么这个时候你哪还来的动力去学习新东西 你哪里去克服各种各样的劳累挑战呢 然后呢孔子还说过就是知之为知之 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那么这个知呢其实是智慧的知 也就是说你知道就说知道 不知道就说不知道 不要随便去那个说 就是不懂装懂 那么这个是智慧 那么他的这个心态呢是勇气 也就是说我们要脸但是不要面子 那么因为你要面子的话 往往会最终会丢脸 好 然后呢孔子开始骂人了 孔子说相怨得之贼也 这个贼并不是偷东西那个贼 而是残害道德的人 就是说相怨是残害道德的人 那么相怨呢 相怨是烂好人 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有自己的原则 而不是讨好别人 就是不是去随波逐流 就是大家都说好 那么我就说好 大家都说做得不对 那么我就说做得不对 并不是这样的 那么你要有自己的这个判断 要有自己的主见 那么然后呢去坚持它 去那个哪怕是 就是虽千万人无往矣 那么是正直 继续 孔子继续骂人 孔子曾经约过就是说 君子群而不党 小人党而不群 那么什么是群 什么是党呢 那么我们先看党 那么党的话 它这个有一些词叫做 党同伐异和这个结党营私 其实这是在就是孔子那个时代 这个党这个词是很不好的 那么意思就是什么呢 比如说我们君子凑到一块 因为他们有共同的这个目标 共同的价值观 所以说呢 他们凑在一块哪怕以前完全不认识 几乎从来没有接触过 但是他们都认同要做的这件事情 那么他们就可以非常好的合作 根本甚至不需要热身 那么这叫群 那么党是什么呢 我们可能有一些上了岁数的人都看过《古惑仔》 如果你认同 那么暴露年龄了 那么《古惑仔》是什么呢 就是老大说一声 然后我被揍了 然后呢那些小弟就呼啦啦涌上来 然后呢不管你这个老大对不对 然后呢就去帮枪 就去打群架 那么这个就是党 所以呢 这个我们体现了一个心态叫做独立 那么要帮礼不帮亲 这点呢其实很难做到 但是呢就是说假如你做不到的话 你这个太克利的其实并不合格 那么帮礼不帮亲 然后孔子还有一句话 是非常重要的一句话 就是见闲思起焉 见不闲而自行也 那么我们曾经可能小时候上学的时候 就会听到一句话叫做不及魁步 无以至千里 但是呢它的否命题成立不成立呢 也就是说我积了魁步就一定能行千里吗 并不是 因为呢你如果说把一年的经验重复十年 那么你还是一年经验的前段 所以呢我们要通过自省 就是每天呢你把今天的收获 今天的不足去回想一下 然后呢去改进 这样的话呢你才能够不断地进步 才能够击魁步至千里 好 最后一句话呢 也就是整个这个演讲的这个体验 叫做无道一以贯之 这个是 这是孔子非常重要的一句话 叫做无道一以贯之 也就是说我的这个理论是用一条主线串起来的 用一条主线串起来的 都从一个共产出发点推出来的 就像数学上的这个公理体系一样 那么它只要通过就是几个简单的公理 就能建立起非常大的一个体系 那么这个叫做无道一以贯之 那么当我们去形容一个人非常聪明的时候 经常会说他万法皆通 就是什么都会 不管什么都会 那么这是万法皆通 但是呢万法皆通 你可以据此推广出很多很多的这个推论来 然后呢变成一个就是变成一个万法通 但是呢就是像如果说你能够通过异法通 而达到万法通的境界 那么你的那个所谓的万法皆通 就对你来说只是一个笑话而已 这个所体现的是什么呢 叫做洞见 也就是说你要能够把你的这个思维足够的深入 能够就是能够想得非常非常的深 好 最后呢就是把这个五常送给大家 就是仁义理智信 那么大家以前经常说三纲五常 其实三纲已经过时了 但是五常还在 因为如果你反对五常的话 明天这个美国的航母就会开到门口了 所以呢我们要注意就是仁义理智信这几个 好 明天想点击 清理智信 明天 明天